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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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各位分享 在八字上笔节 其实笔节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很糟糕 为什么 因为都只会停留在笔间节才会破彩 所以大家就很不喜欢笔节 但实际上笔节他在这个社会上的用途非常非常多 所以不要一听到笔节就很糟糕 你要知道他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笔节他是会来望日主的 因为他跟日主是同样的五行 所以当日主一受伤的时候 笔节他就可以发挥他的作用 所以当你情绪低潮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朋友 你会去找你的好朋友哭诉 甚至你的同事也会安慰你 这一些都是笔节 所以笔节在于你在低潮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的好用 他会帮助你快速的脱离这一种的低潮 所以笔节他是一个脱离低潮 非常好用的一个诗神 再来笔节 笔节 他除了是一个摆脱低潮以外 其实笔节他还有一种情况 人家讲的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他其实就是一种笔节的特质 他就是一种笔节的特质 他会有传染 传染的效果 所以 来讲你的朋友很重要 因为笔节代表朋友 你的朋友要是好的话 你就会变好 要是你的朋友很糟糕的话 你也一样会变得很糟糕 所以要慎选你的朋友 要慎选你的朋友 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就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你想要变有钱 你就去跟有钱人在一起 你想要变得桃花旺 你就去找 你那些桃花很旺的朋友 跟他们在一起 就这样子在不自觉当中 就会被同化掉 当然 你假如是跟到一些不好的朋友 爱赌博的朋友 爱喝酒的朋友 你自然 你也会变成是那样子 所以笔节 他具有非常大的一个传染力 所以这一边笔节 又跟各位讲 不是所有食神只有好或者是坏 他们都是有正反两面的 看你是怎么去看待他 笔节 除了这一种以外 他还会产生一种现象 叫一窝蜂 一窝蜂 不会写窝 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产生什么 你会看到一群人在那边排队 一群人在那边排队的时候 你也会想要跟着排 为什么 因为你会认为一群人在那边排队 这个东西一定很好 所以各位 他就会让你所谓产生所谓的一种人气 人气就是笔尖劫财很旺 来讲不一定东西很好吃 可是 你就是会跟着排 因为你会想大家都是抢着 一定都不会很差 但实际上可能就不好吃 但是你就是会跟着排 这一种就是会带领你的 人家所讲的就是潮流 现在大家在封什么 你就会跟着去封什么 你就会跟着去封什么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你假如不跟的话 你跟不上潮流你就落伍了 这就是笔尖的一个特质 他会带动大家现在会怎么样 所以你不跟着做 你就会落伍 所以在团体里面 我们就常有所谓的小团体 这个小团体 他们就是都有共同的一个目的 然后他们的行为什么都会差不多 这个小团体你假如打不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被他们排斥 你就会被他们排斥 所以你就会知道 那个就是一种小团体 这一种就是一种笔结 一团一团的 这一种就是一种小团体 所以当你了解了笔结他有这一种 你会抱团取暖 但是相对而言你也可能会排斥他 因为他跟你就不同挂的 所以笔结他就有这一种的特质 瞎起哄 大家就一起在那边 瞎起哄这时候流行什么 你们就跟着去做什么 他就是一种 会让你 比较没有自我的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你假如想要回归你的理性的时候 你不能够同时跟很多人在一起 你要跳出这个团体 跳出来以后你自己在那边思考 你的理性才会回来 所以为什么一些大的团体 例如宗教团体 直销团体 他们都会办类似像一种的聚会 直销大会 假如是宗教的话 就会叫你去参加他们的什么打坐 这一些听经讲法的这一种活动 这时候都一堆人在一起 他在一堆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看台上的人他讲的 非常的热血 下面的人每个人就怎样 我也要那样 我也要那样 就开始大家就有那种热血的气氛出现 这是直播 这个在直销里面 大会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件事 假如是在宗教团体的话 他就是老师在那边讲 大家就在下面听 在听课的一种情况 大家的氛围就会被这个老师带着走 所以各位你就会了解 像我们现在的教学也是一样 一堂课几分钟 然后老师在上面教学 一群人就听着一个老师在那边讲 其实也是一种的情况 那也是一种情况 假如大家都很安静 全部人都会很安静 假如很吵的话 跟你说大家就很吵 所以那个就是什么 笔节的一种特质 他具有传染性 他会有一窝蜂 可是相对而言 你去找了 你低潮的时候去找了这些朋友 他会帮助你摆脱低潮 所以其实笔尖劫财 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一种特质现象 来讲 他并不是就只有一个会破财破财 但只是笔尖碰到财 他有破的像 他才会产生破财 不然的话 假如他的八字里面就只有单纯笔尖 没有破财的像 这一个人反而会是跟人很和好 乐于跟人家交朋友很亲切的 可是他没有破财 所以他就不会展现出破财的这一种的像 所以各位 你们不要把所有的一个负面 都全部都灌输在这一个十神上面 其实我们一般所认定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他是产生了那种破的像 破的像以后他才会产生这一种不好的情况 假设他的八字里面没有这种破的像 其实他不太会产生这一种负面的情况 这个就是在学八字里面 我们时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所以你一听到七杀 你就觉得他很可怕 你拼到劫财就觉得他很讨厌 你听到商官就觉得他很混蛋 那些其实他们都本质都不算是差 而是真正的差是出现了七杀去克日主 或者是商官他直接去克官了 或者比肩劫财去克财了 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这一块的 可是你会把他联想说 是他这个十神就会产生这一种特质 不是的 是要有这个组合才会有这一种特质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你帮我按赞 关注、分享、订阅 这些对我都是一种帮助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